各位同学,第二学期的时候,我们要承接第一学期,还没有上完,有关于在篇个论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在篇个论会讲到所谓的这一种买卖,那买卖的效力的时候,完毕之后的话会讲到一个副一,那因为我们是不动产经济业,那这一种经济业的业务当中有所谓的这一种副一的这一种代理行为或是居建行为, 那这一方面也是呢,各位同学要注意的一个地方。那再来是比较重要是租刃,那这也是我们中介业本身的这一种业务行为之一,那这一种租刃呢,很重要在于企业的这种成立,还有这一种企业的期限,它这种效力的一个问题。 那使用借贷的时候的话呢,可能呢,要跟上面的这种租刃呢,要做一下区别,一个是有产,一个是无产,那事物上在运作的时候的话呢, 如何来做这一方面的法规的适用的时候的话呢,那上课的时候的话,仔细跟你们那个分析哦,那重要的话还有所谓的委任哦,那委任最主要呢,你们要知道呢,委任人的这一种的权利,还有这种受任人的这种权利义务,那什么时候的话呢,委任会消灭终止呢,这也是呢,另外一个重点。 之后的话呢,其他的这一方面呢,最重要的话呢,可能就是第十三章的这种巨鉴哦,那巨鉴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仲介业者呢,所谓的经济业呢,他们的报酬请求权的一个界定一个范围,那还有这一种责任归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报告或是调查的这一种义务哦,那什么是所谓的不告之义务, 那何谓又是所谓的这种介入义务的时候的话呢,这也是呢,那个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重点哦,那明法另外跟我们呢,经济业比较有关系的时候的话呢,虽然哦,如上所看了这几个章节啦哦,那其实呢,呃,最后一个跟我们比较有关一个就是那个保证哦,那保证在实物上的时候呢, 的话,我们常常讲保证呢,就是所谓的呆人哦,那这种保证呢,他这一方面呢,在权人是不是可以抛弃这种当保误权,或是所谓的这一种呢,在权人的时候的话,他的一个那个追求,请求权有什么样的一个自限的时候的话呢,这也是哦,在上课当中要注意到的,那之后的话,我们要上到呢,所谓的这种误权哦,那误权其实呢,在以呢,整个的这种 一种的民法的编排上的时候的话呢,他算是呢,很重要的哦,一个章哦,那尤其 我们可以知道那个物权是财产权的一种,那他也是支配这种标的物的一个权利,那他的物权除了就是呢,以法律呢,所规定的这种种类,还有内容为限哦,这跟呢,那个债权呢,他可以自由创设呢,是一个很大不同的一个概念哦,那上网这一种物权通质的时候的话呢, 那其实在呢,你可以看到呢,物权当中呢,所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有权,那还有所谓这一个共有的观念哦,那还有地上权哦,可以吗?